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知道呢 如果人家提到台南這個城市 就會提到什麼 我剛剛聽到小吃對不對 大家不曉得在你心目中台南小吃 如果你有朋友 有以外地來 你來介紹什麼 哪一匹最好吃 你會如何介紹 虱目魚 虱目魚 虱目魚粥 煎食木魚都很好吃 還有嗎 還有什麼 牛肉湯 那個燙的對不對 這個很有名 蚵仔煎 在岸邊那邊對不對 還有嗎 蛙粿 蛙粿 母慧顧牧師 他最愛的就是蛙粿 德國人最愛的蛙粿 還有嗎 土透魚根 好 好 那越講越餓這樣子 好 親愛的家人 這些台南美味的小吃 如果沒有了鹽 每一道都變得平淡無奇 每一道都難以入口 因為沒有了什麼 鹽 同樣的如果世界沒有了光 再怎麼美麗的風景 再怎麼有名的話 我們都沒有辦法領受 光與鹽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是這麼的重要 耶穌告訴我們 我們就是世上的鹽 我們就是世上的光 所以今天我們要講這個主題 光與鹽 我們來重新領受 耶穌是怎麼看我們的 並且耶穌賦予我們 在這個世界上 他說我們是世上的鹽 世上的光 我們要如何發揮光與鹽的功能 讓我們一起來禱告 天父我們感謝你 天父謝謝你 你告訴我們 我們雖在這世界 我們不屬這世界 主你有你的心意 當我們在這世界上 你使我們使世界分別為甚 但主你也要我們成為 世上的鹽跟光 主我來祝福所有的家人 主你是這麼的看我們 你是這麼的寶貴看我們 以至於我們的生命 要按著你的旨意來生活 以至於我們的生命 是在你的手中 必成為改變這世界的力量 求你今天早上 讓我們不看自己是微笑 因為我們有一位偉大的神 主我們願意再次的 把自己交在您的手中 求你來帶領個保守 也願主你的話 再次今天激勵我們的心 再次成為我們的力量 再次讓我們看見我們的生命 我們將祷告祈求 奉靠耶穌基督的名 Amen 跟你旁邊說 你是世上的光與炎 你是世上的光與炎 感謝讚美主 那我們就來看經文 馬太福音五章十三節到十六節 如果你有需要聖經 我們教會有聖經 教會有聖經 馬太福音五章十三節到十六節 翻到我們一起唸 一起唸 五章十三節一二三來 你們是世上的炎 炎若失了胃 怎能叫他再閒呢 以後無用 不過丟在外面被人践踏了 你們是世上的光 成照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 人點燈不放在斗底下 釋放在燈台上 就照亮一家的人 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間 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 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 親家人 當我們成為光成為炎的時候 主說我們是能夠把榮耀 歸給天上的父 所以當我們活出我們的琐事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是把榮耀歸給天上的父 我們來看一下這段經文 當耶穌在馬太福音講這段經文 他前面馬太記載的是天國八福 天國八福的重點 不是教導我們怎麼成為更多更多蒙福的人 天國八福的重點是告訴我們 怎樣的人才能蒙福 也就是天國子民的資格 天國八福裡面列舉了很多人的特質 這些人的特質也是天國子民的特質 有哪些呢 有虛心的 有哀痛的 有溫柔的 有飢渴的 有連續人的 有清心的 使人和睦的 還有為意受逼迫的 主說為意受逼迫的有福了 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所以 上帝告訴我們 這天國子民的特質 你會發現 這些在耶穌當時候帶著傳講 與那時候的希臘羅馬社會 因為主流的價值是完全不一樣的 完全不一樣的 但主耶穌說 一個天國子民的特質 要活出一個與世界不同的價值觀 才能夠影響這個世界 兩千多年過了 今天還是一樣 我們要活出天國子民的特質 我們才能夠影響這個世界 而我們必然是蒙福的 跟你旁邊說 我們是天國的子民 親愛的家人 當我們說我們要成為天國子民的時候 我們是有挑戰的 而主耶穌告訴我們 當我們要試著活出與世界不同的 價值觀的生命的時候 是有挑戰的 有什麼挑戰呢 於是主耶穌就講 講光也講言 耶穌提到言 耶穌說你們 就告訴門徒們 你們是世上的言 言若失了胃 怎能叫它再閒呢 親愛的家人 言如何能夠失了胃 你去你家的廚房打開 把言拿出來 好 言會失了胃嗎 在當時候 當耶穌講這個比喻的時候 如果要得到鹽 在那個地方 在耶穌所居住的那個地方 祂必須從海鹽或者是鹽鹽 九頭 那上面有鹽分 需要從海鹽跟鹽鹽當中 去把鹽給融出來 把我們要的那個部分融出來 好做食物用 或者做醃漬用 那這個融出來的鹽 我們要的對不對 那融出來不要的 就是沒有鹽分的部分 我們就說它是失了胃 而這失了胃的部分 能夠做什麼用呢 只能做垃圾用 就是丟在外面 讓人践踏在土裡 鹽會失了胃 還有另外一種可能 就是這個鹽跟其他同期 參雜在一起 當鹽跟其他同期被參雜在一起的時候 被影響的時候 它也會失去它原本的功能 親愛的家人 鹽落失了胃 影響是什麼 為什麼鹽最重要 鹽有兩個主要功能 一個是什麼 一個是調味 比如說你要煮一鍋鮮美的湯 剛剛講的石木魚對不對 你放少許的鹽 這個湯的鮮美就被怎樣 襯托出來很奇妙 鹽不見了對不對 湯變得更好喝了 鹽本身會消失 食物會變得更美味 鹽另外一個功能是什麼 鹽東西對不對 那在耶穌那個時代是防腐 防止這個食物裡面的微生物 繼續的分解 所以透過鹽來幫助食物 不容易腐敗 所以你想想 原本你期待這一桌 比如說過年到了 我們要煮一桌澎湃 你本來期待買的所有的食材 那這些食材呢 你期待可以煮的 年夜翻出來 但是煮到最後沒有鹽 那不會賣掉 那你怎麼辦 你浪費了一桌好菜 有可能你想要用鹽來醃漬 防腐食物到最後去發現 所有的腐敗了 因為鹽濕了味 耶穌又講了一個比喻 叫做光的比喻 是一個被隱藏的光 光跟聲音不一樣 聲音如果要傳遞 比如說你講話 為什麼你們聽到呢 因為中間有戒指 所以聲波就傳遞出去 你們就聽到 光不一樣 光在真空當中 一樣可以怎麼傳遞 但是如果在光傳遞的過程當中 遇到不透明的障礙物的時候 他就無法繼續前進 耶穌說想看看如果有人點蠟燭 你想這個蠟燭應該放在哪裡呢 是放在那個蠟燭的燈台上呢 還是你點完之後就拿一個籃子 就把它靠來 當然是放在燈台上 因為當點的蠟燭 最後你用斗把它蓋住的時候 原本你期待是一整屋的光明 到最後變成一整屋的黑暗 親愛的家人 當光被隱藏的時候就會如此 如果我們像失了味的野人 我們就失去了對這世界的影響力 我們不再能調味 我們不再能防腐 我們就跟世界一樣 因為我們失了味 我們會被丟掉 當我們像被隱藏的光 被隱藏的燈的時候 我們就無法帶給這個世界盼望 無法帶給人在黑暗的世界當中有盼望 反而我們只是一同生活在黑暗當中而已 耶穌在那時候講的這句話 而這句話在今日對教會而言 也是一個重大的提醒 因為今日基督徒最大的危機 不是頭路難處理 情難處理 怕難處理 婚姻難處理 有押韻嗎 不是這些 不是 雖然我們也會遇到這些的挑戰 但我們真正的挑戰是 我們像失了味的野被隱藏的光 我們成為世俗化的基督徒 我們成為世俗化的基督徒 這是今日基督徒最大的危機 什麼叫做世俗化的基督徒 有一個作家他這樣形容 他叫派特摩利 他在一本書中他描述 在美國有一種基督徒的現象 叫世俗化的基督徒 什麼叫世俗化的基督徒呢 他這樣描述 他說世俗化的基督徒 追求自己心中想要的神 而非追求神本身 追求自己想要的神 不是追求神本身 世俗化的基督徒 對神的認識很膚淺 希望神就是一個 浇灌我們的主父型的上帝 就是我們要什麼 阿公就會好人 我們把爸爸媽媽討過 就去跟阿公阿嬤討過 我們就會拿到 主父型的上帝 當世俗化的基督徒 看聖經的時候 若是聖經記載的 符合我們想要的上帝 我們就欣然接受 但是 若不是我們想要的 我們就假裝跳過 忽略不理 而這樣所認識的神 是相對的神 不是絕對的神 世俗化的基督徒 强調個人的平安 强調富裕 强調繁榮 這些來證明上帝愛我 强調個人的平安 富裕繁榮 來證明上帝愛我 强調上帝的愛 卻忽略了上帝的聖結 當我在看這個 派特摩利 書中這段話的時候 我第一個想到的是誰呢 想到是我自己 說 哇 真的是很大的挑戰 我是世俗化的基督徒吧 但我繼續在想 為什麼會有世俗化的基督徒 美國這個國家 前陣子我們說感恩節 是因為清教徒來建立的 他們的鈔票上面還有 上帝的名在當中 這樣的一個國家 但是當時間過了 當國家變得強盛富裕的時候 但是慢慢的 那個言就流失掉了 那個光就越來越微弱了 因為妥協了 成為世俗化的基督徒 當我自己在反省省思 在台灣的教會 有沒有可能有一天也會這樣子 我就想 也許原因有兩個 一個 就是在我們裡面 當我們信主的那個時候 在我們裡面過去的價值觀 因為我們是從世界而來 當我們過去的價值觀 在我們信主之初的時候 並沒有改變 意思是什麼 我們用錢的方式 跟世上人用錢的方式 是一樣的 我們看人的眼光 跟世上人看人的眼光 是一樣的 或我們努力想要追求的東西 跟世上人想要追求的東西 是一樣的 那代表 雖然我們說我們得救了 但我們裡面的價值觀 是沒有改變的 也許可能是這樣子 但我想有另外一個可能 就是我們曾經堅定的 相信上帝的話語 並且努力想要付代價 順福活出來 但是你知道嗎 溫水煮青蛙 怎麼叫溫水煮青蛙 就是如果青蛙 你煮一鍋很燙的水 你把它丟下去 它會怎樣 跳出來 但是呢 你不要 你就弄一個 它很舒適的水溫 就把它放著 好 水會很燙的 倒倒煮 那個水的溫度就越來越熱 它不知不覺怎樣 就死在當中了 溫水煮青蛙 會不會我們也像這樣子 我們在舒適圈待久了 我們漸漸被世上的價值觀 也同化了 親愛的家人 今日基督徒最大的危機 就是世俗化的基督徒 求主幫助我們 幫助我們能夠活出一個 光與眼的生命 對我而言 教會最大的危機 不是人不夠 奉獻不夠多 或者是外面逼迫有多大 因為在教會歷史當中 這些都不是問題 最大的問題是 教會的世俗化 意思就是說 教會裡面的人 所想的價值觀 跟外面的世界都一樣 也許我們在這兩個小時 我們感覺不一樣 對不對 我們獨神的話 我們彼此鼓勵 彼此相愛 當我們走出去的時候 都一樣 我覺得這才是教會最大的危機 當我們不再對世界有影響力的時候 親愛的家人 耶穌告訴我們 言若失了位 就會被丟在外面的世界 光若隱藏了 就不能夠帶來盼望 求神幫助我們 周報第二點我們要分享好消息 那我們講完危機之後 我們要講好消息 不然我們就帶著危機回家而已 對不對 好消息 好消息是 即使我們漸漸失了位 但是耶穌基督會恢復我們裡面的生命 耶穌基督使我們裡面有炎 耶穌基督使我們裡面有光 看兩段經文 第一段經文 馬太福音十六章十一到十二節 馬太福音十六章十一到十二節 好 我們一起來念十一到十二節一二三 我對你們說要防備法利塞人和薩都該人的笑 這話不是指著秉說的 你們怎麼不明白呢 門徒這才曉得 他說的不是叫他們防備秉的笑 能是防備法利塞人和薩都該人的教訓 這段經文的背景呢 是當法利塞人跟薩都該人 這兩群人其實是不太往來的人 為什麼 因為他們神學觀點跟他們的這個特質都不一樣 薩都該人他們堅持是沒有復活這件事情 法利塞人是堅持有的 所以他們的主張是相衝突的 平常不會在一起 但是你知道 當有共同的敵人的時候就會怎樣 就會暫時的在一起對不對 所以這兩群人就來試探耶穌 他說 你若是神所采的 求你顯一個什麼給我們看 神機 你就顯一個神機給我們看 那這神機就會強迫我們相信你的身份 而耶穌在這裡就告訴門徒 告訴門徒要防備法利塞人跟薩都該人的笑 那個笑 笑是什麼 笑就是一點點就好了對不對 一點點 那整個麵團就怎樣 發出來 一點點就好 看似一般般 但會帶來極大的改變 耶穌說 那就是法利塞人跟薩都塞人的教訓 親愛的家人 在每一個時代都充斥著很多 世事而非的教訓 教導 像笑一樣 極盡所能想要進入到我們的生命當中 當我們信了主的時候 這像笑一般 世事而非的教導 也想進入到我們的生命當中 所以耶穌告訴門徒要怎樣 防備 要防備 要防備 那個笑是一點點 但是帶來我們的生命是會完全的改變 罪惡只需要一點點 但是改變的是整個生命 求主幫助我們分辨什麼是正確 什麼是似是而非 用什麼分辨 用神的話語分辨 詩篇119篇11節 講到我將你的話藏在心底 免得我怎樣得罪你 當我們裡面有一個敬畏神的心的時候 我們就能夠防備世上的笑 我們怎麼樣能夠防備世上的笑 我們把神的話語藏在我們的心底 親愛的家人 神的話語會保護我們的生命 神的話語會幫助我們去分辨篩選 什麼是從神而來 但什麼不是 什麼看起來是對的 但其實它裡面是不對的 神的話語可以幫助我們的生命 不會變質 如果我們說我們要成為世上的言 我們的言味不能消失 我們自己先成為不能變質的 求神保守我們 保守我們遠離世上的笑 而藉由領受神的話 另外一段經文在約翰福音8章12節 我是世界的光 跟從我的就不在黑暗裡走 必要得著生命的光 耶穌講過一個 他說蝦子領蝦子必然會跌倒 你看過這個嗎 現在我們不講蝦子對不對 我們講就是視障同胞 但是耶穌說蝦子領蝦子必然會怎樣跌倒 在路上不會看到一個視障同胞 在領另外一個走 親愛的家人 我們要先除去我們裡面的黑暗 我們才能夠成為世上的光 怎麼成為世上的光 怎麼裡面的黑暗可以除去呢 耶穌說跟從我的 跟從我的就不在黑暗裡走 必要得著生命的光 我們有持續跟著主嗎 我們如何跟著主呢 詩篇119篇105節講 好我們一起來念這段經文 有嗎 19105 好我們一起念123 你的話是我腳前的燈 是我路上的光 當我們說我們要跟著耶穌走 我們不在黑暗中行 我們得到生命的光 我們要讓主的話來帶領我們 讓主的話來帶領我們 以至於我們不會跌倒 天的家人 主的話會引導我們前面的道路 主的話可以幫助我們 防備世上的笑 主的話在我們生命當中 我們要渴望 要領受 也要看重 耶穌基督在我們的裡面 耶穌基督的話語在我們的裡面 使我們不會因為世上的笑 而流失了我們生命中的言 使我們不會在黑暗裡走 而是除去心裡的黑暗 以至於我們可以活出世上的光 主的話第三點我們分享 在上帝呼召你的所在 發揮光與炎的功能 在16節耶穌講到 榮耀天父的好行為 就是怎樣 讓人看見我們的所事 而且我們的所活所做 以至於可以榮耀天父 我列了三點 是我們可以從光與炎的 這個比喻當中來學習的 第一點 炎的功能是防腐 什麼是防腐呢 就是我們看重神的話 要過於看重人的話 親愛的家人 神的話是不改變的 當我們在生活當中的時候 你會接到很多不同的訊息 這個訊息會告訴你 生活要怎麼過才會更好 這個訊息會告訴你 你要怎麼過才會更有的價值 這訊息要告訴你 你要過怎麼在世上更幸福 但我們要去分辨 當這些人的話 進到我們裡面的時候 不全然都是有問題 但是我們要分辨 那你怎麼分辨呢 你裡面要有神的話 不然你拿什麼來分辨呢 當我們裡面有神的話 而且我們看重神的話的時候 我們自然就不容易 被人的話所影響 這禮拜我到南大附中 跟一些老師們一起禱告 兩個禮拜我會進去一次 他們有一個團契 然後呢 他們就分享到 在最近他們的這個 不同科目的老師當中 有些紛爭 不同的立場 甚至有人覺得 有些主張不同意 所以開始有一些紛爭 於是開始有人的話進來了 自己的說 那是怎樣 那是怎樣 而且聽說這戰爭呢 其實也不是最近才有 一經一陣子 當這些人的話 進到這些基督徒老師的耳中的時候 他們會不會被影響 也會 你要不要選邊站啊 你要不要選邊站 如果有人跟我說 欸那個人怎麼說我怎麼怎麼樣 對不對 然後你要怎麼辦 他說 有時候我們會說 啊你真辛苦 啊對啊他就是那樣的人 有時候我們就補上這兩句對不對 我們會有壓力 你要不要選邊站 但親愛的家人 我覺得有一個老師他就說 他覺得 上帝提醒他 提醒他 他需要在當中成為那個什麼 防腐的 透過什麼 先透過禱告 讓這樣的紛爭 這樣的衝突不要再蔓延了 他需要在中間成為那改變的 那改變的 他說我要來禱告 好 於是他就真的禱告 哇他就禱告 然後呢 當他為了某一個科目的老師禱告 好 養孩沒有關係 好 那當他禱告的時候呢 禱告完 阿妹 那突然他心裡面有一句話出來 你知道什麼嗎 上帝就問他 你真的相信你所禱告的嗎 他就一頓 對啊 我真的相信我所禱告 還是我就是 盡一個基督徒的本分 這樣而已 還是我真心的 相信 上帝如果向你禱告 你會垂停 而且你在當中 你會做改變 於是他又再禱告一次 而且他決定每天都要為這件事禱告 因為他說 我真的要看中神的話 神要叫我們 要禱告 神禱告要說 神的旨意要在地上 融在天上 禱告神的國降臨 禱告我們成為世上的岩石上的光 親愛的家人 我們要看中神的話 過於人的話 唯有這樣子 神的話才能發揮他的影響力 來影響這個世界 跟你旁邊說 我們要看中神的話 過於人的話 包含 如果你聽到牧師講一些東西 跟聖經不符合 就不要騷擾 沒有啦 來跟我釐清一下 到底是怎麼回事 這樣討論一下 我們要看中神的話 過於人的話 好 第二個 鹽的第二個功能是 調味 親愛的家人 你如果要吃西瓜 你如果要吃甜甜的西瓜 你一定會放 什麼放在上面 鹽 你會把鹽抹在西瓜上面 你不會拿一罐蜂蜜 然後膠在西瓜上面 為了讓它更甜對不對 你會拿鹽 親愛的家人 上帝呼召我們進入這個世界 是為了讓世界更美好 我們就像鹽一樣 可以帶來調味的功能 我們可以使 原本 如果上帝呼召我們進到這個團體 這個團體 會因著我們的存在 變得更美好 因為我們有調味的功能 我們去不是製造紛爭的 我們去也不需要選邊站 我們去是要讓這個團體 變得更美好 這個團體可以是你的家 當你信主的時候 也許你的家人會有一些 對你有些掙扎一些 逼迫不認同 因為不了解 你知道很多的誤會 都來自於不了解 所有的紛爭 很多都是來自於不了解 但是相信 當上帝簡選你的時候 其實是要讓你 讓這個家更好的 怎麼讓這個家更好 讓他們看到你信耶穌之後 你的生命變得更好 讓他們看到你信耶穌的時候 脾氣就少發一點 看到你信耶穌的時候 你會主動的去幫忙家屋 讓他們看見 因著信你的耶穌 你的生命變得更好 於是你的家人 結果因著你的好 也變得更好 這就是主說 看見那個好行為 親愛的家人 如果我們在職場當中 我們在一個團隊裡面 也是一樣 鹽灑下去的時候 到最後所有東西都在 但是鹽就看不見了 當我們在職場的時候呢 我們也可以像鹽一樣 也許我們做的一些服飾 也許我們做的一些事情 也許我們做的一些事情 不是那麼的被看見 就連禱告 是否你願意為你的公司來禱告 好 之前 銀城 有在南科參加那個禱告會 每個禱拜他們公司就禱告 那最近我就聽說 他們一起禱告的夥伴 因為裁員的關係 就少了一些這樣子 但是 我覺得銀城滿感動 他說沒關係 以後就剩我一個禱告 還是要禱告 親愛的家人 當我們在公司當我們做一些事情 我們不是為了讓自己更高 賺更多錢 更多被看見 而是說 主啊使用我 讓這個團隊變得更美好 讓我的部門績效更好 讓我們部門人跟人的關係更好 就從禱告先開始 也許人看不見 但是 你是上帝手中的那把眼 你讓這個公司這個部門 變得更好 因為你發揮了調味的功能 所以 馬太福音五章十集講 使人和睦的人怎樣 有福了 天國是他們的 上帝說你有福了 好 跟你旁邊說 我們要成為使人和睦的人 好 周報第三點 就要講到光 發光 現在的家人 我們常講說 啊 你要做光做眼對不對 但是做啊做啊做到最後 就做不了了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做沒多久 狐狸一巴就露出來了 因為我不是這樣的人 對不對 但親愛的家人 上帝不是說你要去做 批命做 上帝說你們就是 是 所以我們的多癮 是從我們的Being開始的 因為我們的所是 自然那個味道就出來了 鹽也是啊 它就是灑在那裡 那味道就出來了 光也是啊 當它點著了 它就穿透了 當它點著就照亮了 親愛的家人 當我們說 我們要為主發光 成為世上的光 其實是告訴我們 讓人看見 在我們裡面的耶穌 如果你周圍的朋友 只是記得你是一個基督徒 哇 你好棒 你好會幫助人 你好愛人 你個性很好 就這樣子就離開了 很可惜 但是如果他認識 你是基督徒 而且你是有耶穌基督 在生命的人 所以你的生命 會變得這樣子 那就有價值了 為什麼 因為你不能改變他 但是在你裡面的耶穌 可以改變他 哪怕他是在你的軟弱上 看到耶穌基督 幾個禮拜前在我們當中 分享的耀靈弟兄對不對 他其實是PK 他是牧師的孩子 他父親 在我們當中有些人認識 王之超牧師 我們都叫他王哥 他對他的父親 印象最深的其中一件事情 也是影響他的一件事情 是什麼 就是在他們家庭當中 最混亂的時候 因為他耀靈的祖母呢 他有一些 因為退化的關係 或一些 比如說會有一點妄想 那他的母親 也會造成他母親 跟父親的關係的衝突 而且他們那時候還遇到了一個 被人類似詐騙的事情 反正就是一連串不好的事情 發生在他家的時候 他印象 當他睜開眼睛起床的時候 他是看見他的父親 跪在床邊在祷告 他的父親跪在床邊 在為他的家庭祷告 因為實在是靠著他父親 靠著王哥 沒有辦法改變 王哥讓耀靈看到他的軟弱 但是是看見在軟弱的裡的耶穌基督 所以親愛的家人 就連我們的軟弱 保羅斯這樣講 他要誇他的什麼 軟弱 在我們的軟弱裡面 人也可以看到耶穌基督 可以看到耶穌的恩典 在我們生命所遇到的危機當中 人若是能看見耶穌怎麼幫助我們度過的 那這位耶穌就也能夠幫他度過 所以親愛的家人 當我們說為主發光的時候 不是要你去假裝 為主發光的時候 是去想 怎麼樣能夠讓人看到裡面的耶穌 哪怕是軟弱也好 親愛的家人 在上帝呼召我們所在發揮光與炎的功能 聖誠誕節快到了 我們預備了很多 對不對 師班的預備 助理學的預備 預備食物 預備場地 下禮拜 下禮拜招待跟關愛團隊還要一起討 一起聚集 我們預備這些 但是不是為了我們自己 乃是要幫助人 乃是要幫助人可以認識這位耶穌 然而 當我們成為世上的光 當我們活出那個炎的功能的時候 人們就會因著我們 看見在我們裡面的耶穌 我們就可以成為我們所在之處的祝福 我們就可以因著看中神的話 過於人的話 而能夠成為那樣仿佛的 不被世俗話 讓我們來禱告 讓我們來禱告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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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